大家好,今天为大家分享一道萝卜粉丝馅包子,好吃又营养的家常做法。 只要掌握这几个步骤,包子蒸出来,蓬松渲软,不塌陷不回缩。 绝对比包子店蒸的还要鲜香好吃。 做法简单,一起来看看吧。 首先我们先来和一个包包子的发面。 准备一个大盆,盆中放1000克普通面粉。 接下来小碗中倒入8克酵母。 3克白砂糖,促进酵母发酵。 倒入40度左右的温水。 我们无论蒸包子或者是蒸馒头,都不要直接把酵母粉倒到面粉里面,那样活得发面不均匀。 我们先用水把酵母粉稀释一下,这样活出来的发面,光滑细腻。 用筷子把它搅拌均匀。 把酵母水倒到面粉里,边倒边搅,把它搅成面絮。 如果我们画的酵母水不够,可以再放入适量的温水,一直把它搅到没有干面粉就可以。 搅成面絮之后,我们下手把它和成一个面团。 最后把它和成一个光滑的软面团。 上面抹入一点点食用油,这样发酵的时候防止面皮风干。 然后把活好的发面放到30度的温水锅里面。 天气冷了,这样发酵的比较快。 上面盖上盖子,把面发至两倍大。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青萝卜洗干净。 把它擦成细丝。 撒入一勺食用盐。 下手抓拌均匀。 上出萝卜中的水分。 去除萝卜中的辛辣味。 这样还能让萝卜更入味好吃。 放一旁腌制两分钟。 一个胡萝卜把它擦成细丝。 改刀把它切碎。 切好之后,放入小碗中备用。 然后我们准备的食材有豆芽、黑木耳、红薯粉条。 全部都把它切碎,先放一旁备用。 这时候我们的萝卜腌出了这么多水。 现在用力把里面的水分挤压出来。 最后改刀把它切碎。 切好之后,放入大碗中备用。 接下来锅中放入少许的食用油。 把之前切好的五花肉丁放进来。 把它翻炒均匀。 炒出肥肉中的油脂。 炒至五花肉微微发黄,像这样就可以。 把葱花放进来。 炒出香味。 炒出香味之后,关火。 把食材放进来。 胡萝卜也放进来。 把切好的所有的食材都倒进来。 开始来调味。 根据自己的食材多少来放入食用盐。 鸡精适量。 胡椒粉适量。 麻辣鲜适量。 老抽酱油少许上色。 蚝油适量。 喜欢吃辣的,再放点辣椒面适量。 别的调料都不需要放了。 开小火,把这些食材炒拌均匀。 炒拌均匀关火。 放一旁冷凉备用。 这时候打开看一下, 哇,我们的面开了满满的一大盆。 现在把它端出来。 看一下里面, 组织非常的漂亮。 而且气味非常的好闻。 现在把它移出来放到案板上。 揉一揉排进里面的空气。 揉好之后, 我们把它切成小份。 最后把它搓成长条。 把它切成大小均匀的剂子。 往剂子上面撒上一层干面粉。 再一个一个的把它按扁。 取出一个剂子, 用擀面杖, 把它擀成边缘薄中间厚的包子皮。 再放入我们调好的馅料。 根据自己的手法, 把它包成包子。 因为每个人的手法都不一样。 好了, 像这样一个生坯就做好了。 所有的包子全部都包好, 把它放到盖链上面, 二次醒发至1.5倍大。 这时候我们的包子全部都清好了。 用手拿起来清飘飘的。 像这样就可以了。 接下来锅中加入水, 把笼梯布, 吃上水, 扑均匀。 把包子一个一个的放进来。 放的时候中间要留够足够的空间。 上面再加上一层鼻子。 把包子均匀的都放进来。 然后盖上盖子, 上汽即时, 蒸上12分钟, 再焖上2分钟。 静等美食出锅。 包子蒸好, 焖了2分钟, 我们打开的时候, 先给它放下气。 这样我们蒸的包子不回缩不塌陷。 放下热气之后, 我们迅速把它打开。 哇, 包子蒸得非常的漂亮。 大家看一下, 各个雪白鲜软。 不回缩不塌陷。 看一下底下一锅。 哇, 非常的漂亮。 把包子放到我们家租传的盖链上面。 拿一个让大家看一下。 非常的鲜软。 各种包子皮都闻到香味了。 掰开看一下里面。 哇, 太香了。 薄皮大馅。 我先来尝一下。 哇, 真的非常的好吃。 咸香味美, 营养丰富。 我们这样包的包子, 出锅一口气, 吃5个都不过瘾。 我们自己做的干净有卫生。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。 我们今天蒸的包子比较多。 因为天气冷了, 我们可以多蒸一点。 把它放到冰箱冷藏。 早晨吃的时候放到锅里蒸一蒸。 和刚包出来的包子是一样新鲜。 非常的省食又省力。 好了, 今天的美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 如果大家感觉我做的不错, 请点赞收藏, 转发支持一下吧。 您的每一个留言, 转发, 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。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哦。